今天我们来到重庆来体验长安起源A07的真香版 作为一个A07的车主 我还是非常好奇新车都有哪些变化和升级的 首先在外观整体设计方面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依旧是非常帅的 刘备的设计 然后鲜备的尾门 无矿的车门 这些年轻人喜欢的时尚元素 在这台车上面都能够见到 然后最主要的变化在于轮毂 这台车换装了一个19寸花瓣样式的轮毂 新轮毂的样式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比我那台车要更好看一些 这个还是让我有点小算的 并且轮胎给到了米其林非常非常的厚的 然后咱们就到车内看有什么样的升级 来到真香版的车内 车内整体的设计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依旧是这种质感非常非常强的这种氛围 然后这台车针对于智能化的功能和使用体验方面 进行了比较大的优化和升级 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这台车语音系统 目前有迅飞星火大模型的加持 整体的使用体验真的非常的流畅 会让这个人机交互这个过程 显得非常非常的自然 然后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舒服 其实语音系统 我自从买了车之后 其实经常会用 就你用习惯了 并且一套好用的语音系统 真的会让你懒得去用手去操作这个屏幕 去找这些设置功能 你有这个语音系统都可以实现这个控制 并且这个语音系统目前还可以陪你聊天 你比如在开车无聊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聊聊你喜欢什么电影 甚至于他可以陪你去练英语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非常夸张 是有那种很强烈的人工智能这种使用的感觉 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还有两点我觉得做的也非常的好 就是目前这个车的导航支持一个分屏的显示 就是我在导航的使用过程当中 如果我想去主菜单界面 去找一些其他的功能和设置 它的导航就会直接移动到左侧 这个小屏幕这边来 让我在开车过程当中 不会错过一些导航信息 这一点非常好 并且这台车的相分系统 也支持远程使用手机APP来开启 其实我之前在聊 我自己那台车的使用感受的时候就说过 我对于相分的使用和开关 其实是有一点点小的建议的 目前使用手机APP可以远程开启 我觉得方便了不少 但是如果能够上车自动开启 或者说我在手机APP远程开启的时候 可以直接同步开启相分 我觉得这点就更加的完美了 这台车最最最重要的升级 就是它纯电续航里程增加到了710公里 我当初去买A07的时候 为什么选择增程版 就是考虑到有长途的这种使用需求 但是平时在上海班开车 在市里开的时候 基本都是纯电 虽然是增程 但是但凡能充电 能有纯电 我不会去烧一滴油的 所以我基本上是两到三天充一次电 因为我那台车的纯电续航 有100大几十 200左右 还是属于充电比较频繁 但如果说换到了710公里续航的话 首先它能满足长途的需求了 你放假去出去玩也能跑得更远了 像北京到天津北京到石家庄 这个距离都是可以覆盖的 没有任何问题 并且如果你像我一样 开着它只是在城市下班待步的话 710公里的续航 基本上一个月 我冲两次电就够了 并且在冬天使用 也不会有任何的焦虑可言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香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价格 今年一开年 这个新能源车价格战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烈 先来说一下 跟它同级别的比亚迪汉 一威荣耀版的 715公里续航的车型 价格要卖到219,800 像同级别 还有像吉利的银河18 665公里的版本 要卖到198,800 大家猜这台车买多少钱 159,900 是不是非常非常惊喜的价格 和同级别的汉的长血航版 价差达到了6万 真的是这个价格战 太太太惨烈了 但是作为消费者 其实是对于这种场面 是喜闻乐道的 大家就等着拿实惠就可以了 这个价格的真香版 才是真的香